各位喜友大家好 这一盘棋是许云川的十大惨痛系列之一 在2012年合力杯全国冠军邀请赛上 他对上了洪志乱战天王 许云川已稳住称先手飞向 洪志走的是视角炮 洪跳边马 黑一方 马就往前蹦 洪起横距 黑出直距 这个起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下的是 当前局面下 洪马已经屯边 这匹马要想找出路 如果不想跳拐脚马 想正跳起来的话 那将来势必要拱兵 所以洪志特的在这里选择了 先拱兵 黑一方平当头炮 这里马是跳不上来的 因为跳到这以后呢 局就把炮吃了 所以洪骑选择平居站内 抓着这门炮 当前如果 黑起贸然打兵 洪可以捕士 现在是一个 百分之百的先手 没有问题抓着炮 你被动性的捕士或者逃炮 那这里有局六近五 占领祖林 威胁这里的马 那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 黑起他没有这样去选 而是呢 补了一个 洪进边兵 黑一方 马拔进七 洪走巡河鞠 马上要跳马打狙 黑狙 二进六 洪在这个时候 因为这一个炮啊 又挡住了这边的狙马 所以他选择二平四 黑狙 九平八 洪马 二进三 黑狙 战祖林 红炮 瞄着黑炮 黑狙 就压着 这匹马 那你要说 在这个地方啊 不去 平炮 而直接往前跳 有没有问题呢 这个其他是不好的 之前本身在这里 有一匹马 暗保着中兵 如果这匹马 跳走以后 黑方可以 大摇大摆的 用狙 把这个兵砍了 那将来冲 中足 就大摇大摆 很厉害 所以啊 这匹马 不能随意的跳 平炮 还是 最好的 黑狙 他压红马 红狙 就守住 黑狙 这个旗 也不好开展 所以呢 他选择 炮击 中兵 降一下 补一个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这你要进行交换 我们看 如果把这两门炮都拿掉了以后 我们看一下 红旗的这个阵型还是很好的 这配合的天衣无缝 而黑方呢 这两匹笨马 显然就有一些问题 那这是拿掉 那如果不拿掉呢 如果是这样拿掉呢 那又是什么情况呢 那显然 红旗就不好 那我们把这两个旗再放着 这么拿掉对红旗不好 那么拿掉对黑旗不好 那么黑旗可以选择 两个都不拿掉 行不行呢 假设他把炮离开 他不跟你进行交换 那这个时候 红旗又有一个狠招 他就是要浸泡 打着两个局 也是麻烦的 那我们退回到这 所以呢 这个炮他不能离开 他只能是打 打完以后 红炮打过来 这样的话 红旗的阵型完美 黑旗退炮 他不愿意和交换吗 因为交换以后 这个局势不要对调向回来 马再往前跳 威胁着两匹马 显然黑旗不好 那在这里 也确实是没办法 推炮 那许云川呢 就 鞠三平二 马上要来抓这匹马 你现在才发现 一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两个局 位置都比较差 你就是把这个局 这么准备迂回回去的话 他一则可以挑马 阻挡你 那你这个局还是回不去 将来还要在这里 踩别腿 那怎么办呢 要吃马呀 红旗不愧 乱战天王 他 平炮 退回去守马 那如果你说 我现在 再去抓的话 他就退得起 将来他可以进中族 那马往前跳 还威胁着你的局 你显然 不舒服吗 所以这个没有意义 那当然 这一个局 就发挥了他的作用 进局 准备要去抓那匹马 黑旗的两个奔马 确实是难受 所以呢 这里 他选择赶紧出来一个 既然你这个局没去 那这里先抓一个 退回去 那如果呢 红旗直接砍底下的话 他这里过一个族 对你没有多大的好处 就是 旗怕低头 将怕高嘛 你旗在底下 显然不是太好 所以呢 他干脆啊 这个地方 他就不吃 他就冲过去 冲过去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这里黑旗肯定是不愿意 退居去吃这个冰的 因为一旦退居吃冰 红马则可从中路跳出去 随时要跳到这 还有一旦跳出去以后 将来在这里就有对冲的旗 所以啊 这个冰不能随便吃 而且这个象还丢着呢 他就赶紧补象 这里先不着急 拿住无根巨炮 根据后来有高手分析 这一招一起呢 红志应当 马五金旗吃掉这个冰 飞个高相 还不至于造成很大的危险 因为这个冰呢 本来在这里就要丢掉的 我现在冲过河去丢掉 目的是你把你的军引回去 我的马好往前跳 这个时候那既然不走这个旗呢 那他又选择什么呢 觉得这个无根巨炮在这里 实在是有点麻烦 干脆进居到这 这一步旗又是啥意思啊 旗友们 你们要搞清楚 他这个旗不是随着走 他是想的什么问题呢 他是想把炮走这 打中向一枪抽居 这是他的想法 那我们退回到这 实战当中 那红 红志呢 这是他的想法 许云川他根本不理 他直接进兵 那我们在这里就要说到说到 既然有这个旗的话 他假设再走这个旗呢 我们怕不怕呢 他打我们了像将军吗 我们显然不怕 为什么呢 我们这里可以退居 逐步的压缩空间 这样的话 我的居就有根了 不怕你打了 打我就吃掉 那么假设他这里如果再把兵吃掉了 那红麻往前跳 要踩鞠啊 要踩鞠 那这个鞠如果说 你说我往前走一步的话 很简单嘛 走到这 走到这的时候 那红旗怎么走呢 很简单 他在这里给你对鞠 你如果是对掉 他就向掉 因为你始终没有打中向的旗嘛 那这个旗无论你后续怎么走吧 随便那我们就随便给他理定两招旗 假设就跳马 那他这里有一个 把炮平这儿的旗 平这儿干什么呢 下一招旗退炮 打死军 你这里将军没有 他随时降掉 他有根嘛 那这个旗肯定就是红旗 巨大的优势 那我们退回来 再看 在实战当中 当然 没有这么去选 我们退回到这儿 再看 那红旗并没有浸泡 而是把冰吃掉 那我的马肯定就不踩鞠了 直接往这里跳 下一步威胁跳这里 奔卧槽 很厉害 赶紧把鞠升起来 马往前跳 准备要往这里跳 这里要踩炮 要奔卧槽 那如果说 这个象顶住他的话 红仍然是可以对鞠 对鞠你对什么不对 你不对我要吃你 你吃我我相掉 相掉以后 你这里的无根鞠炮 永远都别想脱身 那这是如果用象 就这么来操作 那如果把马跳上来行不行呢 当然也不行 这里有一个跳马 奔卧槽 确实是相当厉害 这里还有肋炮 那怎么办呢 在实战当中 红天王就选择了 平鞠顶马 这样了 还算比较顽强 那红进炮 准备马上要甩炮 下底 黑鞠 黑鞠赶紧脱身 红炮 再逃 黑马 再跳 红炮 再进 马上开筹 黑方 出老叫 走这以后啊 那 这个时候 红旗 现在 这里啊 是一鞠一炮 当然无法成奇 如果能把这两匹马 能运作运作 那还能做点文章 按照后来分析呢 认为啊 许云川应该在这里 降一降 再降一降 然后再走马 或者是进驱 这么来操作 但是他没有选择 他比较稳定的选择的是 冰九七一 往前冲 那你这里也必须吃掉 他在跳马 准备把自己的马 就往前跳 那黑旗 这匹马 也得跳一跳 出来要参与战斗嘛 那红进兵 威胁着黑鞠 黑鞠躲一下 要吃中相 红马往前跳 要踩黑鞠 黑鞠再抓红马 红马往后退 这个时候 那黑鞠啊 他又要选择鞠 他选择 进马 把马再往前跳 红须呢 是抓黑马 这个时候要注意 一个问题啊 这一匹马 你是万万不能离开的 如果你一旦离开 这个炮也会丢 而且你目前没有一个良好的位置去离开啊 温尔走呢 不好走 他就退鞠 去把他守住 这个鞠走得很好 那红鞠 抬起来 抓黑马 黑马没有好的位置 他就用鞠 守着 这个鞠表面上守 是手中带弓 红志准备 马上要 平当头炮 叫铁门山 这个骑在这里 叫着铁门山呢 将来这匹马 再往前跳 那两边 开始进攻 相当的厉害 那红骑一看呢 我这里好像有手段呢 我进个兵 送你一程 阻挡一下 那黑象 大摇大摆的吃掉 红骑 走到这个局面的时候啊 依然 洋洋得意 觉得自己的骑啊 好像没问题 这个骑嘛 我这里有 鞠双马一炮 你这里 一鞠一马 一鞠一马炮 这个骑还没有 没有任何作用啊 那我洋洋洒洒 继续往前跳马 这一跳马 立即由 由势600多分 到劣势900多分 大家想一想 一招起 瞬间亏了 1500分 那这个1500分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 继续往后面看 洪天王 再走了一招棋 我们立即 就这样分枪了 他走了一招 什么样的 绝顶的 妙棋呢 骑友们 不妨你来猜一猜 洪天王 这一招棋啊 就是 马骑近六 就往前跳 好骑友们 骑行至死呢 许云川 当然不会用马去吃炮 这个地方 一个简单的杀法嘛 那如果 他走个别的 我们假设一招棋 他进个兵 当然 只是假设而已 黑鞠 一将 红落实 如果在黑马 这里将的话 那红马 可以垫在这 这个也是 显而易见的 但是 乱战天王 他肯定考虑到 这个棋呢 这里 黑棋 有狠招 他直接 砍底式 他不用马将 等你上来以后 黑马 退回去 红 在这个地方 有几种选择 我们首先看 第一种 把鞠尺 跳马将 这个时候 就为你老将 往往跑 只有两条路 到这 那我们就 倒提此金关 绝杀无险 第二条路 往这里 我们就退居将 绝杀无险 显然不行 这个居不能吃 那居不能吃 下一步跳马 就挡不住啊 而且我们 退居 也是绝杀 所以 这个是两种 杀法 都是可行的 没问题 那所以说呢 这里面 还得万分 小心 那我们 退回到这里 再进行分析 那这个局面下呢 比较顽强 也是最最顽强 的手段呢 应该来说 是要把马 再次退回来 既管住底势 又管住施脚 可惜呢 这个时候 他没有这样 去选择 而是选择了一个 出老将 那黑旗 当然不让 他在之前 用相吃足的时候 已经想好了 我这里 走这 准备 强行的杀旗 你局正好回不去啊 在马口啊 那怎么办呢 把这个事 画这吧 画这以后 黑局就砍了 那现在啊 红旗 是选择将军 黑方 不是 红 再把老帅 走进来 好 走到这里以后呢 就体现出 我们乱战天王的 强大的天赋 他 弃马 再将 逼迫你 去吃他 你老将 爬不上来吗 将死 你退马呢 和吃的 这个马 效果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 红居 吃马 当然也是实战下法 黑起 一招 致敌 下一招起呢 就这么一箱 就绝杀 反正你这里两个鞠 有一个鞠在内道上 是杀不动他的 骑行之死呢 许云川是不得不认出 红旗取得了这盘戏的胜利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